遮天与完美世界的等级境界 是如何对应的 断古纪元之后 世间便进入了末法时代 修士想要依靠外力进行修行 可谓是难上加难 不过荒天帝十号却开创出了一套 以挖掘自身潜力为主的修炼体系 这套修炼体系也成为了后来遮天世界的修炼体系 遮天与完美世界的修炼体系虽有不同 但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这两大体系是如何对应的呢 一 轮海秘境 轮海秘境的修行实际上就是打熬自身的气血 让自身与感应到生命之轮从而开辟苦海 使得生命之泉从中涌出 之后构建在出神桥逃出此秘境通向彼岸 如此便可使得轮海秘境大成 而这一秘境的修炼 正好与完美世界中的斑血镜和动天镜不谋而合 斑血镜所讲究的 同样也是打熬自身气血滋养自身 如此便可开始夺天地造化 而在动天镜之时 则是需要开辟出体内动天 用于吸收外界精华补充己身 在这一过程之中双方修饰都算是踏入了修行之途 能释放出简单宝术或者是法术 二 道宫秘境 道宫秘境修炼的锁乃是人体中的心 肝 脾 肺 肾 五个脏气 修饰能够通过在五大脏气中养神 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化身 这一点便与化灵镜中沟通洞天 利用十大洞天养灵不谋而合 因此道宫秘境所对应的正式化灵镜 三 四级秘境 四级秘境所修炼的乃是四肢 这个境界修炼到大城以后便不再局限于外 举手抬举之间皆是法则悬术 而明文镜所修炼的同样也是己身 这一境界之人能够将凶兽和猛禽的符文刻在自己的体内 从而不需要使用凶兽和猛禽的符文便可使用宝术 四级秘境虽然所对应的乃是明文镜 但它的实力战力和效果却是能够比拼天神 四 画龙秘境 画龙秘境主修炼的乃是脊椎 这一秘境能够将大脑和其他三大秘境连接在一起 为之后的仙台秘境做准备 画龙秘境大成之后身体积能将会增强数倍 与之相对应的猎阵境和尊者境修炼 同样也是通过不断演化自身的杀阵 从而使得自身超脱世俗 因此画龙秘境所对应的乃是猎阵境和尊者境修炼 五 仙台秘境 仙台秘境所修炼的正是脑内之中的净土 踏上仙台秘境的修炼也就算是正式踏上了仙路 而神火镜修炼也正式修炼从人道领域踏入神道领域的初始 神道领域想要再进一步便是悟出自身的道 晋升仙道领域 因此踏上神道领域同样也是踏入仙道领域的开始 所以神道领域中的神火镜 真一镜 圣祭 天神 虚道 斩我 分别对应着仙台秘境之中的六层天 六 准地 仙台秘境的六层秘境修炼完毕以后便是准地境界 这个境界的修炼需要将之前的五大秘境重新修炼一遍由今生道圆满 准地境界一共有九重 每突破一层实力都会比之前更是一层猛 不过在准地没有完全通过九重天的雷劫之前 他们始终都只能算是半步大地 而顿一境界的修炼在经历过斩我明道境以后 也是明白了自己的道该如何前进 顿一境修炼在这个境界里同样也是加深圆满自己的道 也正如此顿一境界才会被成为伟至尊 七 大地 准地将五大秘境圆满合一 并融合宇宙天星印记以后便可正道成为大地 大地不仅拥有极强的实力 而且还能还拥有一万载的寿命 一些强大的大地更是能够活出三世四世 完美世界中的至尊同样也是如此 这些强者被誉为人道领域中的无敌者 即便是在末法时代 他们也有极为漫长的寿命 更有甚者甚至可以活出三世四世 因此大地就相当于至尊修士 八 红尘仙 大地逆活九世便可成仙 而至尊修士逆活九世同样可以成仙 两者都是凝聚数十万年乃至数百万年的修为 在同一时刻爆发 由此才能逆天成仙 因此 红尘仙便相当于完美世界中的真仙 不过红尘仙的成仙环境太过苛刻 所以 在战力上红尘仙则是要大于一般真仙